1894年,张俭因慈禧六十大寿特赦恩科进京应试 入住客栈时,有幸与比自己小五岁的康有为同居一室 因为新学伪经考名扬天下的南海康有为 对41岁还来应试的张俭不屑一顾 康有为肯定没有料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同床室友 此次殿是一甲第一名状元基地 至此,两个人走上了不同救国道路 一个不如仕途,最终选择实业救国 另一个发起务须变法,最终走上了保皇派 相同的是,两个人最后都投资实业 一个打着救国的旗号,自己赚了很多钱 另外一个实业救国,并回馈社会 之前我们聊了晚清两个首富胡雪岩和盛宣怀 本期我们来聊一聊中国历史仅此一位状元出身的商人 张俭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 张俭,江苏南通人,富与农民家庭出身 祖上三代没有人获得过功名,属于冷籍 但是科举考试讲究门第 所以张俭不得不改名张玉才 冒充别人的孙子身份才考中秀才 之后十一年间五次相识魏德中 由于冒名顶替东窗事发,引起了不小的官司 多方打点不是很殷实的家底,因此也困断了 最终因时任通州之州的孙云锦调节中保住了功名 为了改变家庭生活窘境 张俭开始了半工半读的幕僚生涯 先是给孙云锦当幕僚 之后给怀军庆字营统领吴长庆当幕僚 先后跟随到两江、山东登州、朝鲜、汉城等地 参与重要决策和军事行动 军旅生涯培养了主张强硬对外心智 正是因为为吴长庆起草调臣朝鲜誓遗书 并撰写《人武势略》、《善后六册》等政论文章 主张强硬政策受到清流派首领翁同和的赏识 1884年,32岁的张俭离开军队准备应试 次年相试顺利录取为第二名 之后又整整十年中张俭一次又一次参加会试 一次又一次的落榜 直到1894年恩科会试 第五次进京应试 终于得中一甲第一名状元基地 受以六品的汉林院修传官职 张俭得中状元 也正是两朝帝师的翁同和力剑给慈禧的 顺利成长为翁同和弟子 加入清流派步入仕途 甲武海战前朝鲜人武兵变 日本趁机派遣军队进抵人川 张俭以怀军庆子营统领吴长庆幕僚身份进入朝鲜 张俭因为身处一线 了解局势 提出要防范日本进一步对朝鲜 转而对中国的侵略 主张对付外敌入侵的策略 应使战和并举 以战促和 与翁同和主张不谋而合 1894年6月 朝鲜爆发东穴党起义 从而直接引起中日甲武海战爆发 张俭是主战派 并竭力敦劝荒许皇帝对日宣战 并对李鸿章 组合避战 遗物战机行为非常不满 甲武战争失败后 张俭谈和奏书 严厉痛斥李鸿章的不战勿国行为 自始至终 张俭都是主战派的代表 甲武战争使堂堂天朝大国 败在东阳小国之首 这既是张俭保长了前所未有的耻辱 随着老师翁同和罢官离开朝廷 是张俭清醒地看到 高处不胜寒 皇宫是非多 金榜网提名 空腹凌云至 他发现朝廷为官 已不是其用武之地 决心远离官场 走上实业之路 三十年科举之幻梦 与此了结 正在甲武海战主战 组合两派斗争激烈之际 张俭因父亲去世 只能回乡丁庸 期间 张之洞向朝廷奏报 违派张俭在通州兴办沙场 甲武战败后 与张俭的十业兴帮的主张不谋而合 便欣然答应 张俭认为 官办流程反锁 效果过低 决定沙场是纯粹的商办 起步资金需要六十万两 张俭只筹得二十万两 他走遍了南京 湖北 上海各地筹款魏国 只能凭借自己状元的出身 求助于当时两江总督刘坤一 刘总督大笔一挥 拿挤压的美国造杀机设备 作价五十万入股 沙场改为官商合办 厂房设备齐全 沙场最缺的是流动资金 再次相求刘坤一张之洞 盛学怀 以地方公款解救燃眉之急 也正是此时 由于丁优期满 回京萧家 此时戊戌变法 正在大张旗鼓的变革中 张俭的回归 协助老师翁同和上了不少奏议 敦促朝廷调整政策 促进工商业发展 世事难料 两代帝师翁通和 却被慈禧罢关 心灰意冷的张俭 童年也借故请假南下 全身心的去经营他的沙场去了 大升沙场建成投产 运营资金仅有数万两 甚至没有资金购买棉花当原料 政治上失去靠山的张俭 只能高力向钱庄借贷 先小规模生产 卖出去回收资金 再逐渐扩大经营 滚雪球的运转下去 随着棉沙的行情看好 大升沙场终于生存了下来 不到十年时间 累计纯利达到190多万两 有了资本之后 张俭逐渐扩大经营领域 包括广生油厂 复兴面坟厂 资生野厂等 一共创办了20多个企业 随着资本的积累 张俭也开启了教育救国的道路 共计创建了370多所学校 包括今天依然非常知名的 南京大学 河海大学 复旦大学 大连海事大学 上海海洋大学等 张俭一生正处在中华的大变革时代 起初积极推进日本的君主立宪 以图自强的道路 清政府的一而再再而三的 拖延立宪时间大失所望 辛亥革命后 张俭深知清政府昏沽 转而支持共和之路 但并不完全接受革命 只是希望以和平方式 尽早结束动荡 维护国家的秩序稳定 实现民族复兴 在武昌起义后 南北义和骑虎南下的僵局时 张俭斡旋其中 最终实现了南北停战协定 民国十年 大升沙场负债四百万两 同时张俭还有多个项目正在兴建 随后的棉坊之业危机 导致他的事业全面崩盘 大升从此走向衰落 五年后 张俭走到了人生终点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